位于桃園县复兴巷的天空步道 自从近日开幕以来 每天都吸引大批游客前往参观 桃園县政府赤字800万元 在复兴巷小屋来瀑布上方 打造了天空步道 是全台首次采用透明玻璃 打造了空中观景桥 处立在风洞石旁 悬空于小屋来瀑布上方 外观采用几何线条 设计简约 并使用钢棒固定桥桥 自从7月2日开幕以来 每天都吸引大批游客排队进入参观 站在长11公尺高70公尺的步道上 脚下踩的是透明的强化玻璃 仿佛就是全空站在奔流的瀑布上 前来尝线的民众纷纷拿出相机 记录下着难得的体验 由于天空步道承受重量设计为300吨 基于安全考量 一次只开放大约40位民众上桥 又紧张又高兴又害怕 太刺激 也有胆子比较大的民众觉得不够刺激 还好 然后一小段路就没了 由于每位民众参观的时间有限 在参观完天空步道之后 建议可以再顺便前往附近的景点走走 像是龙凤瀑布以及和平吊桥等景点 或甚至是前往细水区度过一个清凉的暑假 都是很不错的选择 遇见我是记者 QC Studio 桃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